好 董老师刚刚看到的是 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公开新谈话 是的 这个国防论坛刚才有提到 就是美国那个印太司令讲说 美国有11艘航母就够了 那怎么算的 美国现在主要的军事对手 就是俄国跟中国 俄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 而且俄国的军队不相信航空母舰 他们也不要建新的航空母舰 他们也不太会耍航空母舰 然后中国预计今年 到今年年底的话 中国会有三艘航母 不过美国的航空母舰 都是超过十万吨级 那叫超级航母 中国有的航空母舰 大概都是五万到七万吨左右 中型的 所以美国一艘航母的 它的作战能力 它的武器的投射能力 火力就可以抵得住 至少两艘中国的航空母舰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十一艘是够的 我也赞成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才的这个 陆军的这个参谋长 这个麦康威尔 他讲的话很有意思 他一开始他是先讲说 这个美国军队 其实真的不想 这个发生大国的冲突 然后美国的军队在印太地区 他就是要避免作战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能战才能避战 和平的前提是做好战争的准备 他其实在讲这个事情 那美国现在站在 他是陆军参谋长 他说他要怎样做这个战争的准备 就是说对印太地区的 美国的盟友还有伙伴 我们是伙伴 提供建议提供协助 还要进行合作 他特别提出四种能力 这个陆军参谋长他讲说 第一个是情报能力 情报讯息能力 第二个是操作跟提交能力 第三个网络科技的能力 第四个是太空能力 根据这四种能力呢 就可以提高 这个美国的远程打击的精确度 他是陆军 他讲这个话 我在想 他们未来对整个印太地区的规划 就是说他尽量的 不要让美国的这个军队 跑到前线来 不是 他是要用美国的能力 提高远程打击能力 他也会帮助协助 还有合作 这印太地区的盟邦伙伴们 提高这四种能力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台美的这种军事合作 你其实可以从这几个将领 的讲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未来的大方向 那我们 其实到底要谈一谈习近平最近在忙什么 第一个就是 3月30号的全国人大会议 比如说香港的那个选举制度 那个改制 现在已经通过了法律了 其实我估计中共在香港问题上 他要赶快速战速决 他现在正在清理战场 他非常不希望香港问题 又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 所以呢也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 本来香港是选有70席的议员 这个70席的议员里面 这个泛民主派他可以到达 用选的他可以到达20席就有三分之一 将近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他就可以在香港的立法会里面 有提案权有否决权 现在呢新的制度改成90席 简单的说稀释掉这个泛民主派的力量 就是说让未来就算民主派选得上 在立法会里面你也没有提案权 你也没有否决权 你什么都干不了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香港 另外一方面呢在台湾 我们前段时间就刚刚才讲过 习近平不是跑到福建去吗 其实呢中共的总书记 他如果到地方省份去访问的话呢 他一般是去五种地方 市农工商兵 市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会到学校看 市农工商兵 他一定会到军队 可是呢习近平的福建之旅 安排的非常的游山玩水 去国家公园啦 去喝茶啦 去泛州啦 然后呢没有去军队 去武警 那个武警呢 其实是武警是对付中国自己人的部队 维稳的部队啦 所以他的军事意涵非常低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说习近平其实呢 现在正在降低 这个武统论的这种声浪就对了 所以呢 所以我相信 因为习近平呢 在福建讲了一句话 讲到对台政策啦 要这个以通促容 以会促容 以情促容 你看这三句话 我们都知道 要促进 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融合 那其实后面还是要统一啦 不过这至少是非常和平的讲法就对了 所以他未来 这是2019年以来 习近平第一次对台湾政策上 有指示出现了 所以未来就会成为中共对台政策的主旋律 这是一个方面 那然后再过来打双马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已经讨论很久了 果然看到行动了 就是中共现在正在收紧腾讯跟阿里巴巴 这个根据这个中国媒体 他们自己的报导 那个中共中央巡视组 中纪委所属那个巡视组 竟然已经进去了这个深圳 那个腾讯的总部 中共中央巡视组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以前形容过 他就是钦差 钦差大臣 有带上方保健 还有带东厂 那去腾讯 这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个中央巡视组是到 这个中共的党政机关国企 他有去过 私人企业很少 竟然去腾讯 去腾讯干什么 调查表面上是说调查这个垄断的行为 可是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说进驻了以后 要慢慢的查腾讯过去呢 他是怎么做生意的 他是怎么赚钱的 一个是腾讯 另外一个我们之前也谈过了 现在也证实了 中国最大的那个电商平台 拼多多 董事长 黄针下台了 自己请吃了 所以说越是大的 这个民企 民企的董事长 现在越容易下台 下台潮已经形成了